嗨 各位觀眾 又是我Leo 今集回到我的廣州家祈福新村對面的秋雨谷茶樓 給大家看看 這裡茶樓比較特別 隔離這位就是我姐姐英姐 給大家看看祈福這個位 對面這裡就是我們的崩分會 還有活力一期 我們今天就過來對面這個祈福醫院對面 喝茶 這裡的茶樓比較特別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都經常過來這裡 回來這裡喝茶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竹 這個是什麼竹呢 其實就是這個 香煎骨藍 香煎骨藍竹 就是這個 香煎釣水 骨藍竹 這裡的物價是多少呢 廣州 這個小點是8元 蟹點是13元 一直數過的最貴的都是33元 秋點 因為這間店就是有個秋 OK 這個竹 還有我們點了四個 因為兩個人不是很多人 還有這個 水通 白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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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通 芥菜 還有這個超點 超點的話 是22元 還有我們這個特色 啥啥麵 這個最多人點的 這個最多人點 很棒 這個麵很棒 這個是啥啥麵很大份 雖然三十多元 好棒 這個麵 這個味道絕對超點 包括我昨天都在這裡喝一頓茶 英姐 說一下 你都經常來這裡喝茶 是 是 我們祈福去年 通了那個地鐵 市港路站 是吧 通了地鐵 有沒有說這邊旺了 還是說那個 樓價有什麼變化呢 人流量是多了 因為風變了 出入 但樓價反而還跌了百分之十 整體祈福的二手樓宇 跌了百分之十 沒錯 各位觀眾 是不是很出奇呢 樓價反而還跌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可能整體大環境 還有那個疫情 剛剛好 那些人還沒有恢復那個 購買的信心 是吧 整體無論一手有什麼變化 周邊的 其實周邊的一手樓 樓價很多 但是整體來說 樓價都是跌我的 一手樓價跌了百分之五 一手樓價跌了百分之五 那我們就在這邊呢 祈福呢 同樣是有我們的公司 都是做地產這一部分 那我就兩邊走 最主要的業務 都是在維州 觀眾有了解我的片 都應該比較清楚一點 OK 那說回這個飲茶先 這個飲茶呢 就很大的這個環境 就不只是我現在眼前這個位 因為呢 那裏呢 又有一大別 那邊呢 這個通過去呢 又有的 那這裏呢 就脫檔 中央脫檔 這個中台呢 就是搞一些炒麵 炒粉 還有一些耳餅 那樣的 那廣州的茶樓呢 這間店呢 就喝到中午兩點鐘的 那 那 早上喝到中午兩點鐘 包括了 飯事也有的 那 那到晚上 那晚上 同樣是有茶喝 那 同樣是有這個 飯事 那 那就是早茶沒辦法 它就是到下午兩點而已 那 那你試試試試些 那些菜式看看有沒有 好 因為呢 我們這些 這裏的物價呢 這個麵子很香啊 這個麵的特色很棒 因為呢 我經常點這個麵 那 不知道它們有什麼配料去一齊 去啫喱吧 放那些洋蔥 洋蔥 洋蔥 和這些 豬肉 豬肉 應該是 納肉之類的 嗯 納肉 對 納肉 納肉 洋蔥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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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通芥菜 很棒的 這些是沙薑 應該是沙薑 沙薑 是沙薑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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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是 會不會太鹹呢 不會 很香 是吧 很好吃 是啊 雖然我們兩個人點了些少點 但是呢 這裡有特色的東西 很好吃 真的 特別這個 這個 豆腐 十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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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間 這個 秋乳居 秋乳居 這間 自己做的 是不是 我和我的小朋友 有時候現在天氣熱 都會過來吃一下 看回呢 還有這個包呢 都很棒的 這個呢 比翠 比翠這個蘇比包 這個包又很棒 是不是 還有這個 傳統的 韓國餐 這個呢 有很多人點的 這個 這個精點 這個頂點 頂點是多少錢呢 精點的呢 就是二十四元 頂點是十九元 還有這些 精龍 精龍的 特別我們的 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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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點 尾點 二十八元 這個也是他們的 招牌 這個也是招牌 特色 這個 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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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包 是的 不好意思 有沒有看到 那些招牌 還有一些拉腸 現在比較應接的 這個是 現在已經應接來了 還有一個 這個 煎種 煎種 因為吃一吃 會很容易摘意 是嗎 五月節 這個月 也是 各位觀眾 如果你呢 有離開祈福 或者是離開這一邊 這一間店 值得推薦一下 過來這裡 喝茶 因為這個就是 祈福對面 五樣茶業成 裡面這個秋意居茶樓 如果各位觀眾 這邊的樓宇 就是說二手樓 和這個周邊 都可以隨時 諮詢 給電話我們 WhatsApp給我們 我們第一時間 給大家最新的資訊 對 這邊就有這邊的資訊 衛州 衛州那邊 我們就比較 比較多些 那些一手樓 和二手樓 因為那邊時間 比較長些 那 廣州的話 都是我姐姐 或者是我太太 我太太那些 都是這邊 都是做地產 這邊都有十幾年的經驗 OK 那我們就 一天都餓了 我們首先 開波 吃東西 後面有最新的資訊 再分享給大家 拜拜 拜拜